那這一段禪文呢 是我覺得很值得我們來思考 我們來拜良皇寶禪 發什麼心來拜 非常非常重要 各位菩薩們 各位法師菩薩們 你們可以想一想 我們是發了什麼心來拜 這一場禪法 我記得有法師跟我分享 他是發了一個 互持大眾修學佛法的心 來參與這一場法會 那這個 我們在念這一段禪文的時候 就是說 不發菩提無上道心 譬如耕田不下種子 既無其雅何處求食 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法師發的這個心 就像一顆菩提種子 他種下去了 那他這個 禮拜這一場 護持完這一場禪法 或是禮拜完這場禪法呢 所得的利益呢 就會跟這個心相應 所以這個禪文就是引導我們 要去思考 我們發什麼心來參與這場法會 有的菩薩為了自己的父母 做了這個七十大壽 來拜一場良黃寶燦 然後感恩父母 這是非常非常好的 再把它擴大 擴大到 其實這一切眾生呢 在我們輪迴 無始節的輪迴以來 無一不是我父 無一不是我母 所以我們能夠還是 除了能夠抱現世父母的恩 希望我們也能夠 希望一切眾生都能 得到安樂 好